幽默却不是内涵的喜剧电影 你看过这几部吗 精神话题 这三部喜剧电影让你笑成精神病 第一部月后集焚 该片讲述了一个建设房雇员 在捡到了一名中情特工仪式的绝密光盘后 遭遇中情局雇佣的杀手追杀的故事 看过的小伙伴应该知道很荒诞的一部喜剧 但是不可否认 它真的是一部好电影 还没看过的小伙伴不要错过哦 第二部七个神经病 电影讲述了马蒂的一群好朋友 偷走了黑帮老大一只心爱的狮子犬 综而被他们追杀的故事 情节设计颜色和缝 戏中戏的设计也使这部影片的严密性发挥到了极致 经典的英式黑色幽默 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情节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第三部洋葱电影The Onion 作为全球最没有事实依据的传媒 洋葱新闻也就是杜撰柱的虚假新闻 全部被收拢到了一起 编成了这部很有意思的电影 该片以美国式的幽默来映射和调侃现实 幽默却不是内涵 看过之后你就会明白影片想表达的意思了 你还看过哪些让你笑到停不下来的电影呢 快来告诉发图吧 下期再见 拜拜